你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一条信息 也是我们想继续提及的 就是台北方面增加军费开支的重要性 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蔡英文总统在会谈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过去八年里 我们看到台湾一年GDP的2.1% 也就是100亿到110亿美元 至于你在海峡对岸 中国的增长率不相匹配 没有人会认为两者不需要匹配 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间 我们看到台北方面的军费开支 从100亿增加到110亿美元 而北京方面从300亿上涨到 1500到1800亿美元 取决于你如何解读报告 我最后一点是要说培训的重要性 台湾关系法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装备 和服务 我们经常关注承诺出售的军薰物品 来界定这段关系 我认为防御服务 培训 以及我们给台湾军队的建议 也是一样重要 我们可以出售卓越的装备 不过美国帮助台湾 确保这些武器 能够被高水平的使用 也很重要 我们在国内的防御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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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供强务 我们在国内的防御弦 中央保持弦 有什么高度 我们在国内的防御弦 但是对于台湾的防御弦 要求他们更加的防御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